是9月3日中華民國的軍人節 又是抗戰勝利的70年的紀念日 軍人節主要就是中華民國的軍人節 這裏是西洋賽街行人專用區 圖片指的是自由團體 香港新界企國界自由團體的周年大會的活動之一 除了這個團體舉辦的圖片戰之外 還有其他團體在舉辦 香港新界企國的軍人 因為人聯網取代了這個 套入國家 中華民國是其中一個國家 英國、加拿大 中華民國 這個條款 牢有第二次世界台中會的非常大的國家 還有現在就是 我們其中一個是 就是這個黃花江七十年烈士的 給這個港共政權的迫遷 放在這裏 現在這裏有一個三個攤位 今天9月3日當年我們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定這個9月3日是抗戰勝利紀念日 香港新界自由團體紀念中華民國 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大本 主辦這個圖片展覽 掌管中正崇德業會協辦這個圖片展覽 主要就是告訴全世界的人士知道 中華民國抗戰勝利 當年蔣委員長領導抗戰 我們最後中華民國獲得抗戰的勝利 而今天9月3日就是當年 我們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定為9月3日 抗戰勝利紀念日 我們叫一些考號 蔣委員長 蔣委員長 領導抗戰 領導抗戰 中華民國 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 七十週年紀念 七十週年紀念 夢夢夢日本侵華 夢夢夢日本侵華 夢夢夢夢爛 打倒日本鬼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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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委員長 蔣委員長 領導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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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周年紀念 國外共犯罪 掌委員長 領導港誌 無望日本執話 在場中,觀察大約六十周年,ほど出現一部 文化的《許多寫》 特別是一部《許多寫》 這是《許多寫》的《許多寫》 書中文化小說 告訴香港有關歷史的市民知道 抗戰勝利是屬於中華民國蔣委員長領導的 並不是中國本產黨的所謂中華民主 這個歷史事實是不可自然和不能夠刪決和改變的 抗戰勝利是屬於中華民國蔣委員長領導的 中華民國蔣委員長領導的 這塊紅色暴力的園上來 這塊紅色的園上來 那塊紅色的園上去 這塊紅色的園上來 這塊紅色的園上去 我們出了中山 這塊紅色的園上去 我們出了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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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